今天整理爬坊的时候刚想起来 诶我家的小粉 好像好久没上镜呢 那小粉呢是我曾经最喜欢的蛇之一 哦不对是没有之一 因为这里人比较喜欢纯色的蛇 什么纯黄啊纯黑纯白 颜色越干净我越喜欢 这是一条偏粉色的玉米蛇 偏粉色 虽然说它越大它铁色越白啊 不过都无所谓了 颜值这个东西存在过一小段时间就够了 这小东西之前到我家的时候是只有100克 现在150多克了都快160克了 这体型差不多长了一半 大了一半嘛 大了整整一圈 而且它最诱人的地方是什么地方呢 是它的肚皮 五彩斑斓的黑大火已经见多了 但五彩斑斓的白呢 待会没见过吧 是不是听都没有听过 诶等一下它有点小小的不配合 好的 诶翻过去了 得温柔一点 好嘞 待会看 看见它肚皮底下那个反光层没有 那个blum blum反光 那个霓虹色质感的东西 就是五彩斑斑的白 这条石的鹿皮呢 它会呈现出一种霓虹的质感 特别是在阳光底下 它的阳光质感呢 就跟身上抓那个三菱镜似的 可以折射出彩虹 而且这个小家伙 它脾气特别的温顺 只不过它不想把肚皮露出来而已 看它现在大巴在我的手上 动动不带动呢 就跟 就跟个玩具蛇一样 就跟假的一样 该不是它偶尔会吐吐舌头呢 我怀疑 评估前的各位都以为它是假蛇 那这玩意是真的呀 它真的呀 我起来有吐舌头的呀 诶你咋不吐舌头 吐个舌头看一下 喂 啊你倒是动一下 好家伙 动的不带动的了 这东西呢 已经两岁了 两岁 今天过去只有三岁了 三岁左右 它体型会有个质的飙升 它现在是150克嘛 等它三岁的时候 它可以飙升到差不多400克 来自于500克都可以 看它这个傻哈傻哈的样子 越看似越可爱了 其实纯白的蛇我特别的多啊 纯白的蛇呢 我不止那么一条 给它我看一下 纯白蛇我最有四条啊 其中有两条是白娘 白娘的全称叫德州属蛇 这玩意为什么我不喜欢它呢 因为它咬我 它是真的咬我啊 具体是怎么咬我的 让我可以看我前几期视频呢 好的 咱们来看一下另外一条德州属蛇 德州属蛇有个点啊 就是特别喜欢咬人 虽然说是无毒蛇 虽然说非常的漂亮 但是它是真的喜欢咬人 但我看到这个睿智的眼神 它已经盯着我了 它眼神是可以挪动的 德州属蛇的眼睛是会瞪人的 它那个眼球动得非常的快 它会一直盯着你 盯着你 然后然后咬你 看见没有 它那个眼球 动我动老酒了 看 我是真怕冷不定突然给我来一口呀 算了算了 推回去了 不过有一说一 纯白蛇这个东西 好看是好看 但是脾气 特别不稳定 唯一稳定的呢 就是玉米蛇 玉米蛇的血盲 是我这里边 纯白蛇脾气最好的 无论我怎么捞它 怎么撸它 它都不带生气的 甚至都不带咬尾巴的 看 越看越看 越看越看 主要是它眼睛不会动我 只要它们一动我 不就怕咬我 虽然说我这个人是点头铁啊 但我也是怕痛的呀 不是真的怕痛的呀 咬一口还是挺痛的呀 虽然说是无毒蛇 不过有1时和1时 录起来手感是特别不错的 这跟玉的质感差不多 但是值得一帖的事啊 大夫 视频内容 千万不要去魔法 看一下9号 看一下9号 其实纯白蛇 我还有一条 至于为什么不敢上手呢 啊 待会看视频就知道了啊 看视频 感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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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夫 还是我们的所有人 都照发了 小剑 我感谢大家 未来 她 女